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船正式交接入列 令到外界对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产生新的关注 在星期二,温家宝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以及几百名海军官兵 参加了在中国东北的大连港举行的入列仪式 1998年,中国从乌克兰购买了这艘前苏联制造 长达300米的航空母舰并且在大连进行收复 这艘航空母舰以大连港所在省份辽宁命名 中国国防部长说这艘航空母舰是提升海军总体作战能力的重要一步